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狗仔队长 提及柬埔寨,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 近年来争议不断的杀猪盘,诈骗延期 这里的杀猪盘指的是肥义猪资的过程 犯罪分子向受害者勒索金钱并不断加码 就如同屠宰前不断增加猪资的重量一般 就在过去,中国电影 鼓注一直将之断不堪的真实事件搬上大荧幕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该电影更是宣传根据真实事件改片 电影里有个非常著名的台词 许多受害者被诱骗到诈骗延期 成为所谓的主宰 也有非常小一部分人是为了赚大钱而自愿去捡补债的 这些网络诈骗延期的真实事件 迅速传遍世界各地,引起各国关注 并阻使三星人士成立非盈利组织 竭力拯救所有受害者 大多数人被高兴所吸引 最后成为延区的受害者 而有那么一个人 就为了流量自愿当主宰 将自己送到了延区 而且在直播时还被保安追赶 并遭受攻击 直播中断后他变神秘的失踪了 那个人就是今天的主角 晚安小鸡 还真的是晚安小鸡的 当大家都还在家乡庆祝农历新年的时候 一位台湾网红晚安小鸡 却飞到了柬埔寨进行直播拜年 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呢 可能就像电影里说的 想要成功先发疯 不过一切像流量冲 晚安小鸡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直播主 他已探访灵异地点 背弃大楼文明 在宇宙上又有超过10万的订阅者 和面子书则有超过20万的追踪 晚安小鸡独自前往柬埔寨西港 开博园区进行直播 直播一开始 他就向观众澄清 自己并不是为了流量而闯入园区 说纯粹只是想让观众了解里面的真实情况 然后叫观众赶紧帮忙分享这直播出去 由于怕观众忘记 嗨重复了好几次 说自己不然会白跑一趟 不久后小鸡便提心吊胆地走进延期 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我是上班族 我是上班族 我是台湾人猪宰 我是台湾的猪宰 你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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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他嚣张地说到 看他被拦我 好吊 干嘛这跑圈吃素的 当小鸡进入园区后 他表示感到心跳加速 还看到前方大楼的保安只有枪 看他跑圈真的带枪耶 你有没有看到他枪吗 他腰机上有枪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 靠腰带有带枪啊 后来他一路走向建筑 还幽默开玩笑地说 这栋建筑屋你们上网查查得到 我们真的没有在湖南 如果有人说这个建筑屋是我他妈盖的 应该也是蛮屌的 他在一栋废弃的大楼里 躲避穿着金装的男子 但因为发出声音 惊动了对方 于是双方立即展开了追逐 小鸡暂时百多追兵后 他带着哭腔无助地表示 该怎么办 接着在大楼里 他发现了疑似干掉的血手印 和其他血迹 但这下楼时 踢到了一个塑料瓶 下小吸引了正好靠近楼梯口的金装男子 于是双方再次开始的追赶 一路上小鸡在某一层楼半岛 手机从手中滑落 接着从直播中能听到疑似 踢踹的殴打声和小鸡痛苦的哀嚎 最后保安拿起的手机 还非常细心的帮忙将直播给关掉 我想问这保安是哑巴的吗 事件曝光后凌晨五点多 网红晚安小鸡的妻子爱婆 已有人在脸书开直播 透露目前已透过两条管道找人 希望请当地的旅行社去联系导游 从中得知小鸡的现在状况 另外则是请工作人员代钱前往当地 前往前补再了解状况 一旁的爱婆面色凝重 过程中还频频失泪 网友们对这起事件留言说 演技有待加强 这样的还不报警 家人一起演戏 案发后妻子和友人并没有报案 他们只是开了个直播 可妄妈没想到 是连一整夜的小鸡在笑虎 在度开直播 她衣衫蓝里 神色不安地在户外奔跑 说明自己跑出来了 她声称手脚 脖子招人绑在椅子上 还被电机棒电商 三千多美金被对方抢走 她表示目前已经逃出来 说要把我放走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要把我放走 她叫我 她说leave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要放我走 我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这都是自作自受 哭喊想回家 没想到保安既然还提供免费剔头发呢 我们有问到 第一破绽 为什么跑出来还有手机可以用 这网速不错 拿家的 过年看场次也不错 被捉对方手机还留给你 怕你无法拍摄 人真好 没听过不到一天就可以出来的 还有人爆料 小鸡撒谎 在度假村说自己被绑架 网红四叉猫 根据小鸡的直播画面 再以街景地图进行对比 进而掌握到对方的位置 旁边有整排的饭店 感觉是个蛮安全的地方 小鸡根本不是闯进 诈骗集团的凯博园区 而是在一大片观光海边旁直播 因此引发真假之谜 对此馆长在直播中 发现极限疑点 馆长表示 首先真要逃亡的话 早就应该把所有东西都丢掉 方便全力逃跑 然而晚安小鸡却持着自拍棒逃亡 你让人家追 还可以拿着自拍棒让人家追 他那个画面很稳 他都把他这样这样跑 人家拿刀拿枪追你 你早就东西 你早就这样跑了 这样 这样好吧 一边跑一边讲话 你有被追过 我来不及 我来不及了 诈骗集团捉到他 并剃掉他的头发 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 身上也没有任何异伤 我去剃你的头发到底要 第一个我剃你的头发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知道 小鸡不是特种病出身 能够中国快逃脱 不知道是他太厉害 还是诈骗其团太无能 接着馆长还说到 如果以下这一段是假的 之后还不忘调侃Toys 曾多次救出 柬埔寨主宰的全球反诈骗组织 Gasso 里的成年Sammy 经过多重分析和推股 他直言 我左看右看都是假的 他认为 晚安小鸡 只导致眼成分极多 更笑说 到时候他在演什么 吹什么 看了听了笑一下就好 后来柬埔寨西港省长 郭忠然更是在个人脸书公布寻找小鸡 随后小鸡也已经被警方扣留 网友说 玩过活了 直接成了笑饼 只有这次是真的 下集拍 晚安小鸡 柬埔寨警局深度冒险 晚安小鸡在过去就做出许多引起争议的事情 黑历史被一一翻出来 在2020年 他因为在台北市飞去医院探险 意外发现一具只剩下上半身的干尸体 报警后 成功让家人找到失踪亲属 才让他爆红 超屌的啦 2022年 他闯入废弃大楼 说要超度被凶杀小女孩的亡魂 而立马在该地烧精子 结果让大楼住户气到报警 被医公共危险 侵入住宅及妨害民意等罪 前男送台中递检属侦震弹 后续胎闯入金门花钢石医院 还说人家医院闹鬼 结果他被金门县政府报警提告 这才让他发出道歉声明 2023年 他在直播卖香港红大千庙 招财前五 他说到 每年第一张都被香港首富 李嘉诚议定 每一张都有大千炉过火 保证正版 不是网路上的盗版假货 不玩你说 其实我的每一支影片 第一个观看的是伊隆马 不久他就被妙方打脸 官方表示没有售卖这个商品 更从未制作过招财前五 同年他还打着指南宫名义卖手链 结果还迅速被妙方打脸澄清 从未和他而作 从以上的争议我们能得知 晚安小鸡是一个不择手段 追求金钱和名利的网红 而小鸡的好友阿闹 开直播力挺对方 表示小鸡的直播是真的 出无意料的是 阿闹其实就是小鸡的共犯 最后晚安小鸡和他的朋友阿闹 在2月15日下午开启了记者会 他们俩正式被柬埔在警方逮捕 警方展示了他们在拍摄 造假影片时穿的衣服 还有军装 假枪 替法机 以及又卖模拟纤 血的红色液体等工具 当时晚安小鸡和阿闹都在场 警方指控晚安小鸡 所发布的影片都是假的 经过调查 发现他们抵达柬埔寨机场时 就开始故意制造话题 可以误导网友对柬埔寨的观感 这种行为仅为了吸引网友的关注 和增加观看影片的次数 实在令人不耻 晚安小鸡脸书也直接被删除了 也有可能只是当时删除而已 其实柬埔寨以及西港呢 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适合观光旅游 那我对于这个变造的视频 全部都是我个人变造 非常抱歉 最后两人被判处两棉有期徒刑 每人罚款400万减币 约新台币3万元 网友表示 太医疗了吧 记者会的同时应该要同时开直播 这样才有流量 还懂得带叮咛 怕蚊子咬 抓经济官的时候 他为更后委 忘记带论我业 若有人刻意侵入你的国家 拍摄造假影片 故意制造话题 抹黑你的国家 世人都会不爽啦 为了谋取名利和金钱 散布虚假消息欺骗观众 同时还耗费两国的资源 请大家不要欺骗别人 因为你能骗的人 都是相信你的人